某一次考试的选择题总共有五题 每一题有ABCD四个不同的选项 而且只有一个选项的答案是正确的 如果这五题选择题的答案 没有出现五题都是同一个选项的情形 就是说不会有五个A五个B五个C五个D 质问这五题选择题答案的选项总共会有多少种情形 所以第一题就会有四个选择 ABCD四个选择 第二题也会是四个选择 第三四五题都一样 第五题也会是四个选择 所以全部的情形就是四的五次方 好但是呢我们刚有说了 没有五题都是同一个选项 所以没有全A全B全C全D 所以没有什么 这四种全A全B全C全D嘛 好那我们看四的五次方是多少 就是二的十次方 所以二的十次方呢就是1024 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答案是 1020种